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盯住卢卡斯 卢卡斯对此只是不耐烦地应付着 过了一会儿 艾什利来了 卢卡斯妈妈告诉艾什利 卢卡斯又开始梦游了 千万别忘了给她吃安眠药 说完还拿出了一根铅笔 盯住艾什利在卢卡斯睡着后 把铅笔放在她房间的把手上 这样一来 只要铅笔掉了 也就能知道卢卡斯有没有梦游 盯住完艾什利这些后 夫妻俩就离开了家 而卢卡斯也送走了小帅 诺大的家里只剩下他们俩人 卢卡斯兴致勃勃地邀请艾什利看电影 可艾什利却表示 要先给男友李奇打个电话 这让卢卡斯的心情一下跌落到了谷底 艾什利在打电话的时候看到了一只蜘蛛 于是一边大叫 一边让卢卡斯过来打死她 可卢卡斯过来后只是用玻璃瓶抓住了她 然后把她放生了 她表示这也是个生命 没做错事 为什么要杀死她 可等卢卡斯放生回来后 艾什利还在热火朝天的打电话 这给卢卡斯起得够呛 于是就拿着一大瓶香槟大口大口地喝 以此来借酒消愁 艾什利看到后 立刻拿走了卢卡斯手里的香槟 毕竟卢卡斯年纪还太小 没有到喝酒的年纪 之后两人一起坐在沙发上看恐怖片 期间卢卡斯还时不时地向艾什利透露爱意 可艾什利却以卢卡斯年龄太小的原因拒绝了她 突然艾什利想起忘定披萨了 正打算定时 门铃响了 打开门一看 竟然是个送披萨的 可两人谁都没有点过外卖 卢卡斯以为是她爸爸订的 也就没有多想 直接付完钱后 就立刻在桌上摆上了蜡烛 看样子是想来一场烛光晚餐啊 可当打开披萨一看 艾什利觉察出了一些不对劲 因为卢卡斯是不吃蘑菇的 可这里面却有蘑菇 如果是卢卡斯爸爸订的话 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但卢卡斯却只是敷衍说 那可能只是装饰品而已 所以艾什利最后也没有太纠结这个问题 接着两人一边吃披萨 一边看恐怖片 到了特别恐怖的场景时 艾什利吓得死死地握住了卢卡斯的手 这让卢卡斯有些小路乱撞了 直接上前想要强吻艾什利 可却被艾什利拒绝了 场面陷入了尴尬之中 正到这时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打破了两人的尴尬 这是一个恐吓电话 内容是有个陌生男人 能看见艾什利他们的一举一动 起初艾什利以为是恶作剧 想去厨房拿水管喷搞恶作剧的人 可等到厨房一看 窗户竟然开着 艾什利开始慌了起来 他迅速关上了窗户 然后让卢卡斯把手机扔给他报警 可卢卡斯却不太给力 一扔竟扔到了鱼缸里 艾什利生气地边走边向鱼缸边脱衣服 准备取出手机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 两人小心翼翼地走向门口 可通过猫眼看了看没有人 随着敲门声越来越急促 胆胆卢卡斯打开了门 突然向他冲过来一个黑影 把卢卡斯扑倒了 反应过来一看 原来是小帅的恶作剧 艾什利以为之前的恶作剧也是他 于是生气地斥责他 可小帅却表示那个并不是他 就说这时楼上的玻璃砰的一声碎了 显然是有人跳窗进来了 接着艾什利拿着刀在前面 小帅和卢卡斯躲在艾什利后面 几人一起上了二楼 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 他们发现窗户被砸碎 里面还有一块砖头 眼看势头不对的艾什利想要报警 可手机和电脑却都没有信号 艾什利又想到开车逃跑 可打开窗帘一看 外面停着的车的车胎竟然被刀子扎漏气了 这时小帅又把那块砖头拿过来给他们看 那块砖头上竟写着 谁出去谁就会死的话语 这个艾什利吓一跳赶紧让他们去二楼 可小帅却突然抱着砖头冲了出去 结果就被一枪射中 倒在了树丛后面 雪地上还有一滩鲜红的血迹 艾什利吓得赶紧关上了门 然后带着卢卡斯来到了阁楼里 可这时想要展现自己男人一面的卢卡斯 非要下去找他爸爸的枪 然后关键时刻可以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 两人顺利找到枪后 艾什利赶紧带着卢卡斯躲进了衣柜里 大气都不敢出 随着举着猎枪的犯罪分子离他们越来越近 艾什利吓坏了 和卢卡斯紧紧的抱在了一起 可过了一会儿 艾什利透过衣柜缝隙竟看出了不对劲 这犯罪分子戴的是卢卡斯的面具 而且身形特征和小帅很像 于是艾什利走出了衣柜 揭穿了小帅的身份 原来这一切都是卢卡斯设计好的 原因是因为他在书上看到过 恐惧可以让女生兴奋 所以他就让小帅扮演犯罪分子 然后在关键时刻英雄救美 保护艾什利的安全 以此来获得艾什利的芳心 可现在却暴露了艾什利很是生气 对着卢卡斯一顿训斥 你以为这样就能展现你的男人气概了吗 你以为这样就能获得女孩的芳心了吗 其实你这样只会让人感觉 你更加幼稚无能 之后还说了一些很伤卢卡斯自尊的话 并表示要打电话告诉卢卡斯的父母 然后说完就生气的转头离开了 被伤到自尊的卢卡斯追上了艾什利 然后冲过去给了艾什利一巴掌 被打的艾什利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等她再醒来时 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 嘴巴也被胶带粘住了 之后卢卡斯拿枪对着艾什利威胁她 在撕掉嘴上的胶带后 不要喊 一旦大喊她就会开枪 接着撕掉胶带后 卢卡斯又和艾什利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 甚至卢卡斯还上前摸了艾什利的胸 艾什利对卢卡斯很失望 她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艾什利认识卢卡斯很多年了 卢卡斯一直在她眼里都是乖巧懂事的孩子 怎么现在竟变成了这样无理的人 甚至还拿枪对着她 艾什利警告卢卡斯和小帅 如果栽不住手的话 是会受到惩罚的 可现在的卢卡斯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她觉得是不会有人发现她的 可小帅却觉得事情闹得太大了 而且卢卡斯也不让小帅碰艾什利 这让小帅觉得再待下去也没意义了 于是决定离开 卢卡斯见其上前阻拦 两人在门口争执时 被绑着的艾什利艰难的移动到了桌旁 拿到了一个手电 然后朝着窗外一开一关 想试图通过闪光来向外面的人求救 可没过一会儿争执后的两人就回来了 他们发现了艾什利的动作 于是卢卡斯又换了新的玩法 那就是把迷药倒进了酒里让艾什利喝下去 当艾什利第二天醒来也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而卢卡斯则会和父母解释说 是艾什利偷喝了酒柜的酒 导致晕了过去 这样一来 卢卡斯的父母就不会知道他做的事了 小帅听到后也觉得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可艾什利却劝说小帅去报警 不要和卢卡斯一起走上犯罪道路 但小帅对此没有说什么 接着卢卡斯开始逼艾什利喝酒 艾什利拒绝了 并一头把酒撞碎在了地上 卢卡斯对此有些生气 正当他要采取措施时 门铃突然响了 艾什利大喊救命 卢卡斯赶紧给艾什利的嘴贴上了胶条 然后来到了门前 一看原来是李奇 本来卢卡斯是想要打发走李奇的 但是李奇却执意闯了进来 进来后到处寻找艾什利 这给卢卡斯和小帅弄的是手足无措 艾什利这边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然后拖着椅子 朝地面的一小块玻璃碎片爬去 刚拿到手 小帅就走了进来 并把它恢复到了原位 而另一边 卢卡斯趁李奇想给他一棍子 但被李奇发现了 反倒被李奇收拾了一顿 这时小帅拿枪赶了过来 李奇一看有枪立马下跪服软 可突然卢卡斯拿起棒球棍 从李奇背后给了一棍 李奇当场被打晕 鲜血流了一地 然后将李奇和艾什利绑在了一起 可当他们对之后 小帅才明白 这一切都是卢卡斯精心布置的局 李奇收到的艾什利的短信 也是卢卡斯用艾什利的手机发的 小帅预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劝说卢卡斯住手 这样下去会坐牢的 可卢卡斯表示 他有办法能逃脱罪责 基于好朋友的关系 小帅答应了留下来 但此时的卢卡斯内心早已扭曲 变态的心理在他心里越来越深 他竟然把李奇挪到了二楼的下面 用绳子拴了一个油漆桶 然后从楼上放下来 被放下来的油漆桶四处摇晃 小帅见其赶紧阻止卢卡斯 因为这样下来是会出人命的 可卢卡斯非但没有听 还让小帅用丝巾把李奇的眼睛蒙了起来 李奇不断向艾什利求救 就在卢卡斯打算把汽油桶扔下来的那一刻 割开了捆绑自己胶带的艾什利 拿着枪来到了卢卡斯面前 威胁卢卡斯放下油漆桶 可卢卡斯最后还是将油漆桶扔了下去 瞬间李奇的头被撞炸了 鲜血混着黄色油漆一起流了下来 这样小帅和艾什利都吓得呆住了 艾什利冷静下来后赶紧朝屋外跑去 但却再一次被抓了回来 这次直接用彩灯将艾什利绑了起来 之后卢卡斯又把艾什利的前男友 以艾什利的名义约了过来 卢卡斯见到艾什利前男友后 给了他一个本子 让他坐在鞦韆上写下对艾什利的道歉 可等他写完时却没有找到卢卡斯的人影 其实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的卢卡斯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然后趁他不注意拿绳子勒住了他 接着卢卡斯将艾什利前男友直接吊了起来 尽管他拼命反抗 但也没有什么用 最后还是被勒死了 此时的艾什利意识到 现在的卢卡斯已经变成了一个丧心病狂的恶魔 不再是他认识的那个单纯善良的小男孩了 而小帅也不想帮卢卡斯该杀人的事了 于是在艾什利的劝说下 决定帮艾什利松绑 并向艾什利道歉并且亲吻了他 这一幕正好让回来的卢卡斯看见了 卢卡斯一枪打伤了小帅 并生气的警告小帅不能碰他 小帅对卢卡斯也很失望 没想到卢卡斯也会打伤自己 但最后卢卡斯还是朝小帅的头来了一枪 彻底打死了小帅 做完这一切的卢卡斯靠着艾什利的肩膀上 诉说着自己内心的孤独 他想要父母的关爱 想要喜欢的人喜欢自己 但他却没有得到 这时艾什利也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卢卡斯设计好的 目的就是要得到他想要的 然后解决掉所有和艾什利有关系的人 他知道自己也难逃一难 当卢卡斯说起 以前妈妈总会在自己睡觉前盖好被子 讲完故事之后才会离开 现在却不会了 艾什利表示他知道为什么 可当卢卡斯询问原因时 艾什利却闭上了眼睛不说话 被逼及的卢卡斯直接拿小刀刺中了艾什利 杀完人的卢卡斯异常冷静 仿佛还有一丝开心兴奋的感觉 之后他擦干净了自己的指纹 伪造了几个相互残杀的场面 并把杀人线索指向了艾什利的前男友 然后回到了床上假装睡觉 一切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又恢复了以往的安静 当回到家的妈妈惊恐地抱着卢卡斯时 卢卡斯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也许这就是他想要的关爱吧 可前来调查的警察却表示 艾什利并没有死 原来艾什利忍着剧痛 用胶带粘住了伤口 止住了血保住了性命 而艾什利被抬上救护车的那一刻 对在窗户旁看着的卢卡斯竖起了中指 意思就是你会受到惩罚的 电影到此结束 回顾整部影片全程都很惊悚 让人有种提心吊胆的感觉 卢卡斯在外人看来 是一个观桥懂事的孩子 就连他的父母和艾什利 都没有看出来他的另一面 其实这跟父母爱的缺失也有关系 没有一个父母会在得知孩子 患有失眠症时不去医院查看的 也没有一个父母会在重大节日里 选择去赴宴 而不是陪孩子的 所以父母的陪伴和关爱很重要 也许孩子性格上的差异 就和父母的关系和教育 有很大的关系 好了 我是不喜记阿布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